說到車,昨晚我才說過了 當然知道那些小朋友 各個的腦,不是各個 部份,腦裡面是完全沒有其他人存在過的 無論任何場合,知覺性或數質 說話放盡後攬,大大聲 全場都包了場 手機永世都不用耳機 打電話,好看視頻,玩遊戲,聽歌 聽留言都好,開鬼住個免提 一起聽,吵冤,無品之一 另外,停車那些小朋友 無論停車的位置,甚至停車的角度 歪不歪,他停完,你不用停 全部是沒有想過其他人存在 或者有沒有對其他人造成影響 這些事,說了無數次,又如何 今天又弄了一宗更離譜的出來 眼前這一部銀色小轎車看上去很威風 無論是小車,還是巴士 大家都通通好色趣地繞路走 對他相當禮讓 旅遊記走近一看,發現車上根本沒有人 而車表面也沒有任何車主訊息 那部車停正在馬路中間,究竟想怎樣 9點鐘就在這裡,我們過路都過的時候 你當時看到車裡面有人嗎? 什麼都沒有 6點半到6點就在這裡 有沒有駕駛,有沒有人 這個時候已經是上午11點了 換言之,這部車至少已經在這裡停了五個小時 而馬路上來來往往的車量 就真的多得他不少了 這部車剛好停在山源里大道北的其中一條機動車道上 由於這條路平時的車流量就很多 加至現在臨時有部車停在這裡 所以很多車走到這個位置就必須這樣繞路走 對交通就造成一定的困擾 同時在部車停靠的位置前方 差不多50米左右是有一個公交車站的 很多巴士會集中停靠的 這個車的位置都對巴士的通行造成了困擾 周圍街坊都說一直都沒見過車主 不過大家對這一部被遺棄的小車就充滿猜測 雖然以上猜測都有可能 但是老友的仍然發現重重疑點 由他的越歪車牌可知 這部車是來自佛山南海 如果真是有意氣車 為何要山長水遠開到來廣州 還要停靜在路中間呢 這部車剛剛過了連檢 外觀都還算挺新正 車身和車胎也都沒有出現破損 發生重大事故意受損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車內的私人物品一應俱全 手機、公文包、外套、水壺 如果車主真的有意離開 何解又要留下這麼多證據呢? 旅遊記現場撥通了交警電話 十分鐘之後交警來到現場 但是小車的謎團依然未能解開 正當交警完成取證 準備拖車的時候 一位自稱車主的年輕人 氣吞氣喘地來到現場 家人病了 說說我就去了醫院 所以說我就應急 忙的時候也沒注意 就把車放在這裏 我剛剛出來 你看我現在頭沒出臉 沒行就跑過來了 不過對於事發的時候 詳細的情況 以及他為何要把車停在路邊 這個年輕人就不肯多說 而交警就說 他們依然會把車拖回去交警帶隊 接著再嚇殺那個年輕人是不是車主 然後再採取下一步的處理 哎呦 真不知道怎樣稱讚你 交警哥哥 我們的記者收到無數的報料 記者由電視台去到現場 採訪了 打電話了 你才去拖走一部車 那裏整了半天 你都不拖不處理 真的 是否停車道就不抄牌 還有說回這條車主 所謂的藉口根本不是道理 如果這樣也叫理由的話 東村路啊 中山二啊那些 醫院路旁邊 整個停車場 趕著醫院大了嗎 這其實就是目中無人目無法 以至我為宇宙中心的最佳體驗 所以 為何越來越多國家 不再租車給我們國內的駕駛者 唉 因為真的有不少人慣性 真的好像這些不守規矩 危險駕駛 不懂得禮養 沒有禮貌之餘 還要危及他人 所以不是人的歧視就是不租給你 不再有想法 去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